小曾是广东惠州人 妻子一直在一家制衣厂打工 到周末的时候才会回家待上一两天 这天小曾像网上一样 打电话给在工厂的妻子 电话接通后 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小曾以为是自己打过的 赶紧挂断了电话 但仔细核对了电话号码后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打错 正在小曾觉得奇怪的时候 手机响了 小曾以为是妻子的手机打来的 于是赶紧接了电话 但电话那头却再次传来了 那个男人的声音 我找他老婆干什么 我就说他神经病了 我夜天夜不对劲 我看一下电话是我老婆的 他就跟我说 他在淡水排房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叫我有本事过去找他 但我听着挺生气的 突然怎么这样子 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就准备去他公司找他了 我就马上过去了 就把我这个敌事过去 你过去是想干嘛 找他 找他解释 解释那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对 怎么会出现一个男人的声音 说这个事 对 当时我去到他公司的话 我打了电话是关机的 一直关机 我就让你等吧 等到11点 我还打了电话 还是关机 一直在关机 我一直打到12点05分 他才开机 他接了 他也不跟我解释 反正一直在埋怨我吧 好像我什么事都埋怨我 把以前所有的不开心的 都发泄出来 都反正就是找我的不是 等于本来你还想找他对质 算账 结果见了他的时候 是他埋怨你 对 那你问他 没见我 没见我 他就在电话里 到电话里埋怨你 对 他在场景里面 他不肯出来 结果呢 想骗他回家 就想 想尽各种办法 他就是不肯 妻子究竟是不是有了外遇 小曾本想找到妻子 问个清楚 但是妻子却闭而不见 而且起因之后 妻子竟然离开了 原来工作的工厂消失了 小曾指认 事情有些复杂 为了让妻子回家 小曾尝试了各种办法 找妻子的同事朋友帮忙 并且跑到了当地的 库连和孙美贵 希望他们能够出面 劝说妻子回家 但是在这么多人的劝说下 妻子却依然无动无中 小曾觉得 自己意中的绝技 用什么方法 像电视机里常说的吧 就是一哭二到三上掉 全是 不管用 也哭过 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外面有 另外有什么情况了 对 刚开始是这么认为 但是到天亮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应该不是 为什么 当时我过后才知道 他是找人弃我 找人弃你 他那个同学 打电话跟我盗窃 他说没办法 我给他逼的 他就这么跟我盗窃 他说 跟我说对不起 说了可能有三十分钟吧 跟我解释 那你相信了吗 应该是吧 你觉得他真的 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估计心理上有太大问题 还有心理问题 应该是吧 是什么 很难说 我也不清楚 反正他每次 你不能说不清楚 他说人家 你得有证据 结婚这么久 还没见过他们家里人 他爸妈我都没见过 你去过他们老家吗 不想去 他不让我去 就说我没钱